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回到233网校,我是你们的兴老师 一起来看看图片上的这个人物,你们认识吗? 嗯,他的名字叫苍杰 他就是传说中的造字圣人 在远古时期,没有文字的时候 为了方便人们的生活与交流,苍杰就创造了文字 那么苍杰是如何创造文字的呢? 今天这堂课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 好,来看一下趣味十字板块 这是一轮红红的太阳 演变成了今天的简化字日 所以日代表的就是太阳 那这呢,是一轮圆圆的月亮 单个的字代表的就是月 无论是太阳还是月亮都照亮了我们的天空 所以当日和月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变成了今天的明 光明,明亮的明 嗯,所以这个汉字非常有意思 明亮的意思啊,就是太阳和月亮的光辉 组合在一起就成了光明,光明亮的明字 嗯,记住了吗? 所以汉字,嗯,非常有意思 在不同的两个部件组合在一起啊 他们是有自己的含义的 那这一类字叫什么?什么字呢? 待会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一起去找一找答案 好,一起来看看日月明 在里面会隐藏一些什么样有趣的字 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来,听老师读一次 日月明 天立南 小大尖 小土尘 二人从 三人重 双目零 三目森 一人不成重 独目不成零 众人一条心 黄土变成金 嗯 来,一起看一下 这一首朗朗上口的课文呀 里面藏着一些什么样的字呢? 首先题目 日月明 嗯,日和月组合在一起 变成了明 光明的明 明亮的明 前立南 上下 上面一个田 下面一个立 就是南 啊 男孩的男子 看到了没有 嗯 第一个字和第二个字组合起来就变成了第三个字 嗯,你看看 是不是也发现了呢? 小大尖 你看 上面一个小 下面一个大 就是尖尖角的这个尖 嗯,只是尖字上面的 嗯,那个小字去掉了这个钩 嗯,有一些变化 在组合成另外一个字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些的变化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小土尘 同样也是一样的 嗯 小大尖 小土尘 是不是可以来比一比啊 嗯,上下两个字组合在一起 变成了一个新的字 而且呀 这两个字都和第三个字有关系 嗯,上面是小小的 下面是大大的 那最高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就是尖尖角呀 小小的这个尘土 就是飘散在空气当中的那个灰尘呢 对吧 嗯,二人从 两个人字组合在一起 就是从 从前的从 跟从的从 你看你在前面走 我在后面跟着你 嗯,我是跟从着你 对不对 跟着你的脚步在走 是跟从的从 从前的从 三人重 三个人组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品字形结构的字 是重 嗯 大重的重 观众的重 你看台下做了 嗯,密密麻麻的几百 甚至是几千观众 嗯,重 就是说 人非常的多 嗯,人很多 就用这个 三人重来表示 双木灵 嗯,灵 树林里的树木非常多呀 啊,双木灵 三木就是森 组合在一起 还可以组成一个词 森灵 嗯,森林里的树木 就不计其数了 嗯 双木灵 三木就是森 这个重 和森 它就是品字形结构的 发现没有啊 像三角的那个 品字形结构 一人不成重 一个人 不能说是重 嗯 重就是说 人非常多的意思 独木不成林 一棵树在那儿 我们能不能说 它是树林 森林呀 不可以 只有一棵树 不能成为树林 一人不成重 独木不成林 嗯 这样相互映衬 读起来 也非常的有节奏和韵律 众人一条心 如果大家 人数非常多 但是心往一处想 力往一处时 那么 黄土变成金 哪怕是地面上的黄土 也可以成为金 啊 当然这是一种夸张的手法 是为了告诉我们啊 做任何事情 我们要团结一致 现在就像是在运动会上啊 我们有一个拔河的项目 如果啊 两边都有很多的人 对不对 往自己的这个方向 拿着这个绳子 往自己的方向在使力 大家心往一处想 力往一处使 那这个力量就是无穷的 黄土变成金 就是说明这个力量 是无法估量的啊 众人一条心 黄土变成金 就是说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协作的这个力量 是嗯 像黄金一样珍贵的 好 连起来我们自己再来读一次 日月明 日月明 田立南 小大尖 小土尘 二人从 三人重 双木铃 三木森 一人不成重 独木不成林 众人一条心 黄土变成金 嗯 看看你都读准确了嘛 其中啊 有些生字 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 借助拼音 把它读准确 比如说 后笔音 我赢 明 明 光明的明 日月明 乐意力 田立南 你看 南 男性 在古代啊 它是最主要的劳动力 男人都要下地去干活 去耕种 所以男子上面是个田 下面是个利 田立南 这个是 乐意利 是恩 尘 尘土 上面一个小 下面一个土 小土 尘 灰尘 赤 从 从 从前 跟从的从 啊 二人 从 二人是从 三人就是重 至恩 重 观重 群重 人非常的多 就用重来表示 一人不成重 双 三平音节 尸汪 双 尸汪 双 嗯 两个又组合在一起的是 双 双木 林 嗯 双木林 双就是 两个的意思 双就是一对一组 啊 双 木木 木 木 树木的木 勒 银 林 啊 双木 林 四恩 森 双木是林 三木就是森 嗯 森林 就放在一起 它们还可以组成一个词 森林 森林里的树木就不计其数 特别的多了 特要 条 条 一条心 啊 特要条 面条 也是这个条 吸音 心 啊 心脏 内心 心理 就是这个心 它是一个钱笔 吸音 心 好 每个生字再来读两次 明 明 立 立 沉 沉 从 从 重 重 重 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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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 木 零 零 零 森 森 森 条 调 心 心 好 把这些身子 我们再送回到课文里面 自己再来读一读看 嗯 这一边读我们可以试着 一边读啊 一边打节奏 读出它的节奏和韵律来 一起啊 再把里面的这些身子记在脑海里面 日月明 日月明 田立南 小大尖 小土尘 二人从 三人重 双木 林 三木 森 一人 不成 重 独木 不成 林 众人 一条 心 黄土 变成 金 嗯 前面告诉了我们一些祭祀的方法 后面呢 告诉了我们团结 就是力量 嗯 看看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收获 后面还有一些三字 词 等着我们来 读一读 记 认一认 来 看一看 明月 明月 利器 利器 尘 尘 尘 土 尘 土 众多 众多 树林 树林 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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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心 关心 开心 开心 嗯 词语要学会运用到句子里面 看看你能不能找一些词语自己来造造句 比如说 听到了你关心的话语 我感到非常的开心 嗯 这是 开心是一种心情 关心是你对别人的一种关心呵护 对不对 理解了词语之后 你就可以来造句了 嗯 森林里的树木非常的多 啊 森林里的树木非常的多 嗯 你的力气真大 嗯 你的力气真大 啊 用这样的方式自己来练习一下 好 看看 这里还有五个生字要求我们会书写的 好 看看你准备好铅笔了没有 跟着老师一起来书写 这一次我们来书写 要找一找生字与生字之间的联系 比如说 木和林 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来记一下 木字 可以和上节课那个作业本的本字来比较一下 木字就是 嗯 本字这少了一个短横 就是树木的木字了 木字呢 看看它的笔顺 横 树 匹 那 树啊 一定是沿着树中线来写的 那么 林子呢 就是 双木林 看清楚啊 它是一个左右结构的字 左边也是一个木 但是两个木字 它有所区别 左边这个木字 作为一个部首出现的话 它的那 在这儿 变成了点 而且左边要写的窄一点 右边稍微宽一点 来看看 木 木字旁 撇 这里是点 右边是横 树 撇 和那 右边这个木字的撇 和这个 呃 左边的木字旁的这个点 它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 嗯 所以两个字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要学会穿插 要学会写紧净凑一点 嗯 好 这是林 树林的林字 第三个字是土 土地的土 泥 泥土土地的这个土 好 看清楚 横 树 横 上面的横比较短 下面的比较长 而且 比较短的这个横是与横中线平行的 左边低一点 右边稍微高一点 嗯 土 这个小土成的土 好 下面 田立南的立字 和上节课学的那个 转笔刀的刀子 可以来比一比吗 用比一比的方法来记住这些字 嗯 刀子呢 上面的这个撇是不出头的 但是这个撇出头了 就变成力量的力了 力气的力了 嗯 你在写的时候 顺便把上节课的生字 也来复习一下 来写一写 横折钩 撇 撇是从树中线起笔 啊 落在左下格 读力 力量的力 力气的力 嗯 好 最后一个字 有个特殊的笔画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心 心脏的心 内心的心 心字有三个点 这个笔画叫什么呀 来看一下 点 磨钩 点 点 哦 这个像 嗯 这个弯弯的摇椅一样的 这个笔画叫做 卧钩 贺老师读一次 卧钩 就像一个人躺 睡在那个很舒服的躺椅上一样的 卧钩 卧就是睡的意思 躺下的意思 卧钩 点 卧钩 点 点 它有三个点是吧 嗯 点 卧钩 点 点 心 内心 心理 心脏 嗯 最关键的这个笔画是个卧钩 一定要把它写好 好 今天我们要学习到的这些字呢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嗯 其实啊 有很多的这个字 有许多的字啊 都是有两个或者是两个以上的汉字组成的 有趣的是它的意思 就是这几个汉字意思的组合 这样的汉字 这样的汉字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它们都叫做会议字 我来看看接下来这一些 嗯 就是非常有趣的会议字 嗯 比如说 泪 是由三点水加一个眼目的目 泪水是从眼睛里面流出来的这个水 对不对 所以 木 眼目的这个木字 加一个三点水 就是泪水的泪字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这是其中的一个会议字 还有 休息的休字 是单人旁一个木 一个人靠在一个树木上面休息 嗯 很形象的一个字 对不对 单人旁代表的是一个人 木就是一个树木的意思 人靠在一个树上休息 嗯 特别形象 啊 Y 啊 这个东西你摆放在那放Y了 不正就是Y 上面一个不 下面一个正 就是Y字 苗 田里面长出来的那个核苗啊 啊 长出来那个像草一样的啊 有个草字头 下面一个田 长出来的那个核苗 绿油油的像青草一样的 就是核苗的苗 它们都是会议字 就像这篇课文当中学到的日月明当中也有不少的会议字 灾 你看 灾字它是个上下结构 宝盖头下面是个火 宝盖头代表的就是房子 代表的是屋顶 下面的火是什么呀 哦 房子里起火了 当然就会有灾难发生了 这是我们都不想看到的 对吧 嗯 这是也是一个会议字 灾火灾的灾 灾难的灾 好 今天我们学习到了这么多的会议字 你是不是也可以在生活当中找一下这样的会议字呢 就是有两个字组合在一起 而且这个字也是和这两个组合起来的字 有关系 有关联的 这一种类型的字 我们叫它会议字 学会了之后 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 嗯 去寻找 去积累这些会议字 从而记住更多的生字 好 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 同学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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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